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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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姐妹平安 不懂多少個人下午跟昨天是沒到的 好 不多啦 因為我在想要不要快快的過一下我們的大綱而已 如果有大綱在你的手上 我還是快快的跟你說一說 我們昨天就講解了教養兒女的原則 就是原則我們問了很多神學的問題 到底我們是誰 兒女是誰 那他們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那我們的答案就是罪 那我們要解決他們的問題 就是帶給他們的福音 所以我們的教養的基礎就是建立在 要怎麼樣帶福音給他們 因為這就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而且我們做父母的 我們其實是上帝的大使 我們是代表上帝的 然後我們要幫 就是神委託這些小朋友 讓我們來去教養他們 所以這個其實是我們人生一個很重要的呼召 不是一個我們可以忽略的事情 要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是要放在我們的優先 這件事情是一個很神聖的工作 因為這個工作是神國度裡的工作 不是單單是簡單的把一個孩子帶大而已 所以 教養兒女這件事情是非常神聖的事情 我們不可以看笑 所以到下午呢 其實我們已經講到 教養兒女的方法到了三點四 三點四就是 我們之前就講了管教的原則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講的就是管教的五個問題 這五個問題呢 是從Portrait他寫的 就是幫助我們做父母的怎麼樣去 每一次孩子有遇見問題的時候 問好的問題主要是幫助什麼 幫助他看見他心理內心的根源問題 每一次要這樣子問他的時候 其實是幫助他有一個思想的架構 要去看他這個行為到底是有什麼根源的問題 我們要自己練習這樣子問自己 那同一個時候我們也可以幫助孩子 這樣首先我們去問他們 以後希望他們也可以拿起這些問題來去問自己 到底因為我每一個的行為 每一個行為總是肯定是有我內心的根源在裡面的 所以這個五個問題是我把它翻過來 它本來是有英文在上面的 第一個問題就是發生什麼事情 當孩子有糾紛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我們就問孩子發生什麼事情 第二呢就是你的感覺是什麼 然後第三個問題呢你如何反應 第四個問題呢你做了什麼 你為什麼這樣子做 第四個問題是很重要的問題 是講到為什麼就是 Why Y 就是審查心理的問題 然後第五呢就是結果是什麼 我給你們一個例子 我的孩子 我的家沒有電視機 那是故意的 讓他們沒有得看電視 一個禮拜大概有一兩次 他們可以在網上看卡通 那他們要選他們要看什麼卡通 那很多時候我會發現他們在房間就會吵起來 那我會進去那我會問他們 第一個問題就發生什麼事情 什麼啦 他們就會說我的女兒跟我兒子就說 那我們不可以認同就是我不想看她 兒子說我不想看她的那個什麼Princess show 那女兒說我不想看什麼鋼鐵人 那這樣你就生氣了我就問 你的感覺是什麼 你現在是問她的emotion 你的感覺是什麼呢 那兩個就說是啊就生氣啊 就不喜歡大家 然後我會繼續問下去 那你做了什麼 做了什麼 我就吵架吵起來 或者就是講不好聽的話語啊 又講大家很霸道等等的 那我就問那你為什麼要這樣子做 你為什麼要這樣子大哄大鬧大家 你為什麼要爭吵這件事情 那這件事情就是幫他們去審查他們內心的 他們可能會給你一些答案就是說 因為他每一次都這麼霸道 兩個都會這樣子說 然後一個說 上一次已經看了鋼鐵人了 然後兒子就會說 上上次也看了那個Princess show 就是公主的show 一個男一個女的喜好不一樣嘛 那我可能不能夠當下給他們什麼答案 但是我要他們去思考 你的感覺是這樣 然後你為什麼有這樣的感覺 是因為你內心有一些問題 那他們給我的問題都是在表面的 那我會問下去是嗎 你是因為上次已經看了這樣的 而且你現在不開心嗎 我會給他們一些建議 那你要堅持你要的是 你現在是很犧牲自己嗎 你很愛自己嗎 還是你有沒有給我看見你有愛別人 這個是比較深的一些屬靈的問題 就是有沒有彼此相愛 有沒有忍讓 有沒有犧牲人 結果呢 我會問他 你這樣子做為什麼 結果他們就會 可能那個時候吵到很不開心 那爸爸就會進來沒有卡通看 所以結果就會這樣 這只是給你一個例子 就是當孩子有什麼糾紛 遇到什麼問題的時候 我會 通常會問這五個問題 好 那我們還在管教的這個大體裡面 那管教其實是有範圍的 什麼範圍呢 有一些範圍是 我們要知道我們的兒女現在是有道德墮落的問題 還是孩子只是因為她是天真愛玩 這個就是那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罪的問題嗎 當孩子 我的女兒她那天說 她不想做功課 她不想做功課 她不想做功課到底是道德的問題嗎 我要去思考 如果不是道德的問題 我可以不可以妥協 就是跟孩子要談判一下 那我們很容易 不然就是老虎 不然就是貓 老虎呢 就是呢 那種 一下子就下定判斷的 如果我聽我的女兒說 她不想做功課 如果我是站在老虎 那老虎媽媽呢 我就下定判斷 那你就是懶惰 那如果我是貓那邊呢 我就會找解口 哎呀她今天可能是睡不好 心情不好 還是很累 所以我下判斷呢 我會說她是懶惰 找解口的呢 我會說她很累 所以當我下了判斷她懶惰的時候呢 我就認為她是不順服 但是如果我是找解口的媽媽呢 就是她本來就是很好的孩子 為什麼這樣子 她不做功課 就認為她是很懶惰嗎 那其實這兩個極端 我們都不要站在那邊 因為你是老虎媽媽的話 就變成每一件事情是道德問題 每一件事情是沒有的談判的 小孩子變成不是人 可能是有點像機器人 我們也不要坐貓那邊 就是沒有什麼原則的 寵愛他們的 過度的寵愛他們 就是不管教的媽媽們 父母親們 希望我們可以走在比較中間的路 如果那一天我的女兒說 她不想做功課 我會問她為什麼 她是不是需要休息 肚子餓 想要做一些事情 我會找一些結果 但是不是完全說只是結果 我會問她 是不是我想要站在中間 是不是 如果她說 她真的是需要休息一下 那就是談判的空間 兒女呢 兒女呢 其實如果那不是道德的問題 她其實我可以 她機會給我一些談判 就是negotiate 給我negotiate 那如果你不要做功課 你是不是可以做其他的事情 因為你現在已經三點多四點了 我不要你花太多的時間 在躺著還是做什麼 那很多時候呢 你們會明白你的兒女的性格是怎麼樣 我的女兒她就說 嗯 我現在不想做速寫 我只想做國藝 還是我只想先練琴 或是你只要給我十五分鐘就好了 這個就是給他們有申訴的那個機會 appeal 那因為這個不是 不一定是道德的問題嘛 所以結果呢 我們會有 在中間會有一個結論 到一個同意的結果 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我就會說 好能你做其他的科目 或者你休息十五分鐘 或者你去吃點東西 但是你還是要做你的東西 所以這個就是 如果它不是道德的問題 我們是可以negotiate的 好 第一件事情 如果不是道德的問題 我不一定要管教它 只是要跟兒女談判一下 第二個問題就是 我會問是安全的問題嗎 我會問自己 如果兒女要做一些事情 我不是 我還曾經沒有給他做過的 我會問他 我會問我自己 我的孩子是安全嗎 我可以接受他意見的後果嗎 最好的狀況跟最壞的狀況會怎麼樣 然後孩子在這裡學習到什麼 我給大家一個例子 我給大家一個例子 就是每一個禮拜三 我在台灣的國際學校 會讓小孩子九點才到學校 那通常我會給他們吃個 去到那個地方吃個早餐 才去學校 我的兒子吃早餐吃很快 他就快快就跑到去學校了 但是吃早餐的地方 離開學校還要六分鐘的走路 那妹妹常常看到哥哥這樣做呢 她有一天就要求媽媽說 媽媽我可不可以一個人 從這個餐廳走到去學校 六分鐘的路程 我一開始不是很放心 這件事情我要想一下 但是到最後我還是說 好 那你今天去 那什麼後果呢 我可以結束那個後果嗎 如果真的是她遇到危險 我可以結束後果嗎 其實我不能夠結束 但是那天我就是 給一點信心 去讓她去 去衝 去risk一下 那我那個狀況之下 我最好的狀況是什麼 最好就是她平安去到 最壞的狀況是什麼 她被抓走了被殺死了等等 那個是最壞的狀況之下 但是孩子如果我讓她去做這件事情 她可以學習到什麼 她可以學習到什麼 那一天我讓她這樣子做的時候 她其實學習到很多 她學習到 她要過馬路要看車 她學習到她要看錢後 她要學習到自己拿書包拿飯盒 她學習到其實媽媽不是那個老虎媽媽 媽媽其實有時候可以放手的 給她這個機會去體會一下 媽媽在某一個情況之下放手的時候 其實是幫助她更尊重媽媽的決定 她其實那一次之後 她以後就沒有這樣子 那我要自己走去學校 她好像就是說 我只要體驗一次 我就可以了這樣子 所以這個不一定是說 我一定就要管教她 這有關安全的問題嘛 所以我要去思考 然後能不能就是走比較中間的路 接下來就是培育兒女 培育兒女有一段很重要的經文 想請大家讀一遍 請 好 我翻成培育兒女呢 英文就是training training up training 他們 這個培養兒女 培育兒女在這些經文裡面 其實在英文的翻譯會讓我們看得比較清楚 在ESV的翻譯是training up a child the way he should go even he is old he will not depart from it 這個training up這個原文是叫做Hanok 它的意思就是to train up to dedicate 不是教育而已 就是就好像你要教她一套的手藝 還是就是會做到的事情 就是practice 你要她去做的 你要訓練她 你要培育她 培養她 這個意思 培育兒女是什麼 是什麼道理呢 例如說 我孩子從小我就送他們去學鋼琴 每次我陪著他們 我就聽老師跟他講那些理論鋼琴的東西 我知道很多 我會看約譜 看什麼 知道琴鍵 知道扣在哪裡 但是我問 如果我聽了這麼多 但是從來沒有去彈鋼琴 你說我會不會彈鋼琴 就不會彈鋼琴 這個禮遇就是這樣的 就是孩子知道很多知識 很多聖經的知識 但是他從來沒有去活出來 沒有去做出來的時候 他是只是腦海上的知道 他沒有心靈上的明白 所以我們要幫助孩子怎麼樣從一個知識裡面 像冷冰冰的知識 幫助他活出生命來 這個不簡單 因為其實我遇到 大家應該會遇到很多的基督徒 就是知識隔這個心一扯十二寸 可能要走一輩子還走不過來 就是知道知識也沒有生命的很多的基督徒 你可能會問一個問題 你說要行道嘛 現在要行道 但是他還不是基督徒 他怎麼可能行出好果子來呢 我可以給你兩個答案 第一就是其實我們不知道 他是不是已經基督徒了 不知道 不是每一個人就是有一天 什麼閃電下來我接受主 第一件事我們不知道 第二件事呢 我們是得救 至少我們是得救的 那我們可以活出來給他們看 一個基督徒的生命是應該怎麼樣的 所以憑著這個要訓練他們 要培育他們成為基督徒呢 那我們就要引導他 在我們每一天的教育養育的過程裡面 我們要往哪個方向去 第一呢 我們要給兒女看見 他自己是有罪的 這個就好像一個 例如說你結婚之前要做一個rehearsal 這樣子 你就好像要一個排練 假設他還不是真正的基督徒 但是我養育他們的過程裡面 我要讓他看見一個人是這樣的 然後你應該怎麼樣去面對你的問題 所以我要給他知道 他是一個有罪的人 他是個迷失欲望盲目和自欺的人 我們就好像牧羊人這樣子 要慢慢把他們在迷失的道路裡面 慢慢把他帶回來 在這個有罪的恩典裡面 神給我們知道這個真理 我們就不需要說不要講罪 這樣子會傷害他什麼 其實我會很直白地跟孩子說 你看你今天又說謊了 你今天又打妹妹了 或者你今天又取笑人了 那這一些就是罪 我從小就要給他知道他是一個罪人 因為他忙掉他迷失掉 他自己不知道 所以我不斷地要給他知道 這就是罪 父母如果我做錯了什麼事情 我也會承認說 你看媽媽也得罪了上帝 有一天其實我很丟臉 就是我不能在家發生什麼事情 就很生氣 但是我們要出門 我就帶著他們出門 然後我是租大樓17層樓 那下到去的時候就遇見我們的警衛 我們大樓有警衛的 突然間我就笑臉敞開 然後我的兒子就很聰明 媽媽你很假 我說是的是的 是的是的 我向他認罪 我說真的 那我是一個罪人 我是軟弱的 我不單止告訴他 他是一個罪人 我看見我是一個罪人 我也需要悔改 這個有罪的這件事情 我要明明顯顯地讓他知道 他就是這樣的 第二件事情呢 在我們的培育裡面 我們的 這邊不夠黑 我們的小朋友一生下來 我們說很多人不是說 小孩子是一張白紙嗎 其實小孩子生下來是一張黑紙 對嗎 因為他是罪人 罪是黑的 所以一個罪人會犯罪的時候 你不是問爸爸媽媽做了什麼事情 應該說爸爸媽媽沒有做到什麼事情 或者在這個黑紙裡面 你可以畫什麼上帝的話語進去 他就會變成有一點點白在那邊 除了他知道要有罪呢 我們要幫助他們要懂得認罪 要悔改 我再說一次 他可能不是還不懂叫什麼認罪悔改 但是至少我要給他們看見 有罪的人應該是做這一些東西的 我要提醒他們 如果你真的是 我指出了你的問題 你是自私的 你是自我為中情的時候 我要你悔改 例如說我的兒子 他突然間大聲跟我講話 他就是嗆我 那我很不開心 那我不單止是指責他 我還是說 兒子 現在我要你重新說一次 你該怎麼樣跟媽咪說 這個就是training 我不單止是指責他 我要他去做出來 他做了一個壞的 那我要他一個做好的 這就是我要培育他去做一個好的 例如說道歉 道歉不單單簡單只是sorry 就跑掉 道歉 是我要我的兒女很嚴格的 我會要她說 好你現在得罪妹妹嗎 你要跟你的妹妹道歉 道歉是怎麼樣的 道歉是說 我錯了 你可以原諒我嗎 這什麼罪我也要說出來 我剛才怎麼樣取笑你了 你可以原諒我嗎 這才是叫道歉 不是說理一句就走掉了 所以我要給他看見 有罪的人應該是認罪悔改的 不單止要認罪悔改呢 而你也要懂得有信心 不輕易的放棄 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這個信心 很多時候你用講的他們大概不明白 可能就是要父母親活出來 他的信心應該是怎麼樣的 例如說 爸爸媽媽每個月給了十億奉獻 但是十億奉獻的以上 我們還要有信心的奉獻 那個是一個實際的方式讓孩子看見 我這個是我的信心的表現 我要給他看到 我們全家人去台灣 其實也是一個很大的信心的表現 我們去台灣的時候 其實沒有認識什麼人 然後我去了台灣 其實我是很辛苦的 為什麼 我那時候我的華語真的很差 我去到什麼supermarket 大賣場 所有的東西都是華文的 那台灣人講話 習慣文化全部都不一樣 但是他們看見 我的兩個孩子看見 爸爸媽媽是用這麼大的信心 來到一個陌生的國家 讓他們看見 這個就是信心的表現 要做出來給他們看 這個也就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我們要教導我們的兒女 一定順服我們 因為他們如果不懂得順服 他們在地上的父母親 他們是不會順服 看不見的那個父親 所以我們要他們順服我們 因為希望他們有一天 他們認識主的時候 他們也懂得順服神 如果我們的兒女 連父母親也都不會順服 不會尊重的話 那他們怎麼可能 突然間就懂得去順服 那個看不見的父母親呢 所以這些教導呢 就是這麼重要的 我們重生得救的幾個重點 知道我們自己有罪 要悔改 要有信心 要順服呢 這個在我們每一天的教育裡面 就可以用這個的思想架構放進去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幫助兒女呢 培養一些好習慣 好習慣是什麼呢 就是 習慣你 你建立不建立都會有習慣 每一個人都會有不同的習慣 英文字的習慣很好笑 H-A-B-I-T嘛 你拿出那個H 是有什麼 A-B-T 還有A-B-T 你再拿出那個A 還有B-T 你再拿出那個B呢 它還有E-T 你知道嗎 所以H-A-B-T 這個事情 當那個人習慣了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很難把它拿走 所以要幫助孩子 建立好的習慣 我們華人喜歡說 學好七年嗎 學壞三天是不是 所以我們要幫助他們 學習好習慣 就要懂得其實孩子是怎麼樣學習的 小孩子呢 第一個學習的方式呢 就透過這個因果的關係 就是 他會透過這個 這個因果的基礎就是快樂或痛苦 什麼意思呢 一個孩子 因為他要得到一些快樂 他寧願可以受一些苦 為了他得到快樂 是什麼意思呢 一個Baby 一個嬰兒 他寧願哭 因為哭是一個受苦的事情嘛 為了要得到媽媽來抱他 這個就是他的快樂 所以他寧願受苦 來得到他這個快樂 那 小孩子很會在做這樣的事情 只要那個快樂 就是 或者 這個獎賞 OK 這個獎賞呢 是大過他的痛苦的 他就會願意去做 他可以 如果他在大賣場需要一個糖果的話 他可以寧願受苦 什麼樣受苦 大苦 躺在地上面滾來滾去 其實很受苦的 很痛苦的 他知道 但是他的獎賞要什麼 他就是要糖果嘛 他希望他有得到這個獎賞 他在心裡呢 小孩子所有的行為 為什麼他會有種種的行為 你要再問你自己 他的獎賞是什麼 他為什麼要這樣鬧 或者他為什麼現在他 硬著頭皮不聽我 那到底他想要得到的獎賞是什麼 我知道這個有一點的抽象 你聽我講下去 大概你會明白 其實聖經呢 也有這個 聽從會得祝福 不聽從得咒詛 我請大家幫我讀一遍出來 請 那晚安主 我今日將祝福與咒詛 和報告 多數神明在你們的見面前 你們都已經從滅落到 你們的善意的見面 就是我今日所奮負你們的 去使用你們的善意的善意 你們都已經從滅落到 你們的善意的見面 願你我今日所奮負你們的道 去使用你們出來所認識的結神 就必受過 所以其實神也有這樣的道理來對人 神就是最明白人啊 我們知道我們就是想做什麼 其實我們會想到 上帝會給我們什麼獎賞 所以孩子 你要他 有一些原則 你要他去遵守的話 是關於有真理的 有道德的 你要 你的原則就好像這個四方形 這個原則是很硬的 這個原則你不要去改變 這個原則你是要持守的 但是呢 如果你把這個框框的木質 丟在兒女的身上呢 他會受傷 他會很不喜歡 很硬 很難去接受 所以呢 我們應該怎麼樣做呢 就外面 給大家包一個圈 這個圈是什麼 這個圈就是恩典 恩典 用恩典去把這個不能改變的原則包起來 就是我用種種的恩典 用溫柔 用忍耐的去幫助你遵守這個原則 這個原則是永遠不改變的 但是我是有百般的恩典幫助你去 去達成 去遵守這些原則 等一下我再回去那個獎賞的事情 就給你一個例子 什麼是原則 什麼是恩典 就例如玩遊戲機 電子遊戲嘛 我的兒子很喜歡玩電子遊戲 但是我們很怕他成癮 就是迷住了不能夠玩 但是我們也知道 王牧師跟我也知道 就是如果你硬硬的不給他玩 我們大概是製造這個叫做什麼 按死炸彈是不是 就是他等他有機會的時候 或是離開家的時候 他就會爆玩 就是如果我們父母親就是 只是這個 這個框框的很硬的方式來去對他的時候 他有一天他會反抗 而且到他反抗的時候 是可能很大的反抗 所以我們要有原則 不給他玩遊戲 電子遊戲 但是也要有恩典 怎麼樣恩典呢 我們想出的辦法就是 好 你可以玩電子遊戲 爸爸很嚴格 就說好 那你玩的時候呢 你只能夠一個禮拜 玩半個小時 玩半個小時呢 不單只是這樣 還要在我們面前玩 就是爸爸想出來了 那這樣子呢 其實他是可以玩遊戲 但是是在我的 我的幫助之下 我的陪伴之下 為什麼 因為這個電子遊戲實在的太 太恐怖了 很快就會成癮下去 所以我們要幫助他 這個原則還是持守著 但是要有恩典 那小孩子怎麼樣建立他們的習慣呢 也就是透過模仿人 小孩子一出事 第一天就會模仿你怎麼樣 你怎樣走路 他也怎樣走路 你怎樣說話 他也怎樣說話 所以你怎麼樣幫助他建立好的習慣呢 就是我們已經說了很多 就是你就是要以身作者 你不要跟他說不要玩手機 然後自己拿一個手機在那邊滑 你跟他說他懶惰 然後你自己也坐在那邊 就看電視看了幾個小時 所以這個就是以身作者 你知道孩子是這樣的學習方式的 那我們就活出來活生生的給他看 如果建立好的習慣呢 我就回去那個獎賞跟喜樂跟那個痛苦那一邊 好的事情呢 我們就給多獎賞 很簡單的logic 就是它以後就會變成一個好習慣 不好的事情呢 那就不給獎賞 那就不會變成一個習慣 不好的事情包括什麼呢 我們先看好的事情是什麼了 好的事情我是指屬靈的事情 就是以救恩為目標 我主動的去計畫 有一些什麼好的生活營 教會的事情 還是家庭崇拜等等 我要主動去帶領他做這些好的事情 我要活出好的見證 我也可以透過弟兄姐妹 在主內弟兄姐妹 幫助他做一些好的事情 這些事情我要加強 我怎麼樣加強 我其實就是不斷地去鼓勵他 給他更多的獎賞 不好的事情 就剛才我舉的例子嘛 他要鬧 他要大鬧 為了他要得到一些東西 如果你妥協了 他以後就會用回同樣的方式 來去操控你 小朋友會懂得很多很多的方式 來去manipulate manipulate你的父母親 他的父母親 因為他也很了解你 他非常了解你 他知道你的缺點 你的強處在哪裡 所以不給獎賞 講起來很簡單 但是其實一點都不簡單 他在鬧的時候 你要堅持不給他這件事情 很難 我個人覺得很難 因為他鬧 他可能可以鬧半個小時 很多時候我就好啦 給啦給啦 但問題是我做了第一次 他就會照樣地做第二次 這樣子 做更多 好 這就是 教養兒女 那我們講完 還沒有講完 就我們講到這裡的時候 我再一次的提醒大家 就是我們其實 從頭到尾 我們無論用什麼方式 什麼勤勞去培養他們 去培育他們 我們 沒有辦法 讓他們 改變成為一個真正的基督徒 因為這個 要甦醒死去的靈命 是上帝的作為 是上帝要透過聖靈來感動他 來甦醒他 來甦醒他 已經死去的靈 這個事情 我們沒有辦法做 但是我們可以做到的 就是希望我們 已經準備了他們的新田 好像這個豪土 這樣子 就是 你記得那個沙種的比喻嗎 主耶穌 他的道 撒在哪一個地方 就會長出什麼來 所以希望我們這樣的 這樣的教導 這樣的培育 是會準備好了孩子 有一個豪土 成為他的新田 就是豪土 然後 等到他一天 能夠真的是 接受主的時候 他就會生長出來 我們只能夠帶著一個 一個盼望 就是保羅說的 我在種 亞波羅 椒冠 我有主 叫他生長 這個是我們的盼望 我一開始 昨天晚上 我跟大家說 其實整本聖經 都對教養兒女有關係 為什麼呢 因為 當你聽我的內容下去的時候 其實 這個教養兒女 就是神 藉著這件事情 來幫助我們成聖 我們幫助兒女 找到福音 同一個時候 我們也在這個過程裡面 學習到很多東西 學習到去依靠神 怎麼樣透過這個困難 這個無可達成的一個任務 來依靠神 如果我們丟棄了這麼大的責任 我們其實錯過了很多 學習跟成長的機會 所以為什麼 昨天我說 教養兒女是一個夫招 不是你兼職的工作 不是你要做就不要做 這個社會有很多的人 認為孩子是一個麻煩 或者他們就想了種種的辦法 去避免教養兒女 好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因為我接下來要進入的 教導他們遵守 這句話是從哪裡來 從大使命來嘛 馬太福音28章18到20 請大家讀一遍 好 好 這個大使命 你可能從來沒有想過 會對你教養兒女 有息息的相關 主耶穌是 他說 天上地下所有的錢餅 賜給我了 他叫你去達成這個培養 教養兒女這個任務 不是任何一個普通人 好 而且這位神是充滿憐憫 充滿慈愛的神 他永遠不會叫你去做一件事情 是你完全做不到的 昨天我的重點就是 我們做兒女 上地不是呼召我們能不能 上地是呼召我們願不願意 願不願意成為他的大使 去教導這些小朋友 他說我已經給了你 我已經有了這所有的錢餅 現在我拆遣你去做 做一些 教養兒女的公主 教養兒女在這個大使命裡面 是應該從哪裡看呢 他是說要使萬民做我的門徒 凡我所吩咐你的 都要教導他們遵守 你怎麼樣幫助兒女成為上帝的門徒 就是透過要教導他們 那在這個講座裡面 我講了很多有關教導的 再回去這個聖命記六章四到九節 剛才我們看的就是我們要 隨時隨地得時不得時要教導他們 這裡我不再重複 教導他們 聖經我們也有更多的管道 我們要去注意的 第一件事情 你要怎麼樣教導你的兒女呢 首先 你要跟你的兒女建立好的關係 你才有辦法去教導他們 如果兒女平時看到你是像一隻老虎 這樣子 很怕你的 或者你就是不講理的那種很硬的父母親 你教導他什麼 其實他都聽不下去 他也不要聽 或者他就是在你面前做一套 在後面再做一套 所以你要建立好的關係 你才有辦法去教他們 我很記得 我很記得 我的女兒跟我的感情非常地 close 她有幾次大鬧失控的時候 她失控的時候其實蠻恐怖的 但是那個時候 全世界的人不可能親近她 也不可能叫她一聲 那這世界上只有一個人她可以親近 就是我 因為她跟我的感情很深 她在最失落最生氣最絕望的時候 她只有一個人可以去找 那就是我 所以這個感情你要去建立起來 是很重要的 不然你怎麼樣教 你也沒有辦法 有一個 magical moment 不懂你們父母親有沒有發現 就是在睡前 兒女很喜歡跟你聊天 你們有發現嗎 我的兒女平時可能不會跟我生談什麼 就是做平時的事情 但是到晚上我送他們睡覺的時候 他們總是拉著我要跟我聊天 有時候要聊很久 但是我不是每天有這樣的空 但是真的有空的時候 我真的會留下來 然後他們會聊 他們一聊會再聊 就平時我從來沒有聽到的東西 她在那個時候會跟我說 或例如說她在學校被霸凌了 她從來不會跟我說 只是在睡覺前她會跟我說 然後她會跟我說她所思想的 她的內心世界是什麼 她的疑問是什麼等等 所以那個其實是非常可貴的時間 我鼓勵你們花這樣的時間 去跟他們聊天 這真的很值得 你去試試看 睡覺前很 magical 也許你找週末好了 禮拜五她禮拜六不用上課 我也沒有叫你陪兩個小時 半個小時就夠了 那建立關係呢 也就是恩典的對待了 就是很多時候 像剛才我說的很多的東西 我不能夠期待它 一下子 overnight 它就會改變 我可能要交一百次一萬次 但是我還是要繼續的交 就是與恩典的對待 另外一點呢 這關係方面呢 其實關係呢 是比較比很多東西還重要 我給你一個例子 我的兒女在我們的教會 有舉行音樂會嘛 那音樂會我兒女是彈琴的 但是他們的個性 就不是很喜歡去參加音樂會 那如果我去強迫他們去參加音樂會呢 就變成一個很大的張力 那到底這個整個過程呢 我去審查自己的時候呢 其實根本都不是道德的問題 也不是安全的問題 很多時候是我自己驕傲的問題 因為我想我的兒女在教會裡面 有表演 有音樂會 但是如果他們不要 我其實到最後我會選擇 我的關係是比較重要的 好 我不給你 我不給你堅持這件事情 你不要去 我尊重你 那這個我就會選擇好 你不去 你就不去 那沒有關係 因為我與你的關係 是在神的國度的工作裡面 是更重要的 比這個音樂會更重要的 好 除了建立好的關係呢 就是建立家庭祭壇 在生命記六章四到九節 就是教導我們父母親要做教導 隨時隨地教導 那我這裡也真正是呼籲你們 如果可以的話 你要建立你的家庭祭壇 就是在家裡有崇拜的時間 在以福守書六章四節 父親如果你剛才沒有聽得很清楚的 他第一句話就是說什麼 你們做 做母親的嗎 你們做父親的 你們做父親的 不要惹你的氣子 要按照主的教訓和警戒 教育他們 所以我再回到你這邊 父親這個是要你去帶領的 你要建立家庭祭壇如何呢 我建議你一開始的時候 不要給自己太高的標準 例如說你要一天一個小時 那根本是不可能做 你就不會去做 也許一個禮拜一次 你開始的時候一個禮拜一次 而且是要放它短的 重要重點是短的 因為重點你要做得來 這件事情is workable 是可以做得下去的 或者就是短短的十分鐘 十五分鐘 那你要選一個 選一個材料 就是家庭崇拜的材料 什麼材料呢 這個不知道 好 那我家裡有用這個 誠心學道 這本書就是西民小藥理問答 這裡面它的design 就是每一天給你好像靈修法 這樣子 那你每一天看一個 就是一個禮拜看一個就好了 那裡面它不會太長 大概十分鐘 它就可以看完 或者你就直接看 這個英文的這個小藥理問答 這是其中一個 或者你就可以講 聖經故事給他們聽 這個小兒童聖經故事呢 是很特別的聖經 它是The Big Picture Story Bible 它是以神學的方式 就是來編排這個聖經的 它不是以故事 就是創世紀出埃及世紀等等 它是有按照聖經的時間表而過 但是它是用神學的方式 就是它上面會有說上帝是誰 然後神學方面 來一直到最後的 所以這一本是很好的故事書 你也可以用 就看你的兒女有多大 你要選擇一個材料 第二個 最後第四個方面呢 就是建立家庭祭壇的時候 在那短短的十五分鐘 就好讓大家輕輕鬆鬆快快樂樂的 千萬不要在那一段時間做管教 你要讓他在那段時間 每一次父母親說我們來崇拜的時候 是一個快樂的 你記得那個快樂跟獎賞嗎 他要看到有什麼獎賞 在這個時間裡 好 那第五呢 就是要堅持的 有一致性的 要衷心的去做 所以為什麼我不要設定太高的標準 因為你如果設定的太高 你沒有辦法去達成 那你變成就是兩頭空空的 所以這個我們可以做到 我剛才有分享 我們家裡差不多每一天會有這個家庭的崇拜 其實我們發現有很多很驚喜的事情 跟兒女在一起 我們發現其實我們的兒女很喜歡跟我們在一起 很喜歡唱詩歌 跟我們唱詩歌 還要唱不同音 不同的 就是Auto Soprano這樣子唱 然後他們有時候也會玩槓琴 就是彈槓琴我們一起唱 他們會問一些非常聰明的一些問題 神學問題 聖經問題等等的 或者在這個時間裡面 我們也有趁著機會 我們會帶他們為各個人的禱告 痛苦的人 世界 國家 宣教師等等 來禱告 其實那這個家庭祭壇 可能我再說第一 你剛開始就是可能一個禮拜一次 然後你覺得你可以的話 再慢慢的加征兩次三次到每一天 這是看你自己的狀況是怎麼樣 主要就是我大大的呼籲你要去做 你要去做 這個也就是一個resource 這個叫做The Bible Project 就是在裡面它有很多很多的教導 有video也有教導的 全部的教導都非常的reform 非常的規正 裡面的東西都很好 所以你可以去看 你可以去參考 甚至給他們看一個小小的video 他們其實就可以學習很多了 我相信網上還有很多的資料 你們可以去選 但是就要小心要選得對的 接下來呢 就是 教會就是你屬林的家 我們怎麼樣去 去教導孩子 在屬林上面呢 那當然就是教會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家 你要 你要帶你的孩子來 每一個禮拜 你一定要帶他們來 無論他們有考試還是什麼 當然有例外的可能是生病 還是出國等等 但是孩子要看見父母親 你每一個禮拜是很著重於這個禮拜天去崇拜的 而且呢 禮拜六你就好好地準備他們的心情了 禮拜六不要讓他們太晚睡 禮拜六呢 就讓他們 可能會有讀一些經文 還是上個禮拜牧師講了什麼道 可以跟他一起看過去 讓他準備好他的心情 明天我們去崇拜 通常是這樣 因為我通常禮拜六會把所有的預備工作都做好 甚至他們有另外兩個小包包 我叫做禮拜天包包 就是禮拜天他們有聖經有紙有筆 是他們應該要帶去教會的 禮拜六就把它放好了 那我們就做捷運的 卡片也就放好了 水什麼東西我已經拿好 因為為什麼 我禮拜天不要忙忙碌地去找那些東西 那找到來可能就會生氣 就會吵架等等的 所以這一些工作 很簡單的工作我們可以做好 那我們也要 就是要保持一個很好的心態 要去到教會 媽媽禮拜天要早起來 做早餐等等 讓全家人起來是很開心的 可以安頓地去做禮拜 禮拜六套好衣服等等 這些工作我不用說很多種 這就是我們要努力的 幫孩子看重這個禮拜天去崇拜 是那麼重要的 那所以教會的弟兄姐妹 是你那麼重要的一個團體生活 希望你的孩子的朋友 是在教會裡出來的 因為如果他們的朋友 主要是不信主的 那你知道朋友的影響是很大的 所以在教會裡面 不論是不是童年的還是年長的阿姨叔叔 他們都可以去成為一個大家庭在一起 主要就是你不要只是單單自己的家庭 來希望能夠達成這個傳福音這個工作 這個工作其實是需要團體性的去幫助 彼此幫助的 然後在這個大使命裡面 上帝給我們一個很大的應許 很大的應許是什麼 祂說你去叫萬民做我的門徒 我就常與你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我剛才說我再說一次 上帝要我們做的事情 祂從來不會讓我們單獨的 孤獨的去做 祂從來不會撇下我們 丟下我們 我們會有沮喪嗎 有 很多 很多次 但是 每一次回到基督的時候 就是 我只能用到基督的 愛基督的能力 來讓我 重新再來 重新復興我 因為 神允許我 祂沒有離開我 祂沒有撇下我 那我就要按照這個信心來去面對 所以 這個神與我們同在的 這個不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應許而已 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應許呢 其實在整個救恩裡面 是一個非常大的神學 你記得出埃及記 上帝怎麼樣跟以色列人說嗎 上帝說我必與你同在 上帝說我必與你同在 你這百姓出埃及之後呢 他是跟摩西說的 他們必要上山去服侍我 這就是我 拆派你去的證據 上帝跟摩西說 他第一次呼召摩西的時候 他就說我是與你同在的 再下來 約翰福音一章五節 可能我就請你們讀一遍給我聽好了 請 好 這個約翰福音一章五節 這個 神與我們同在 你會發現 從舊月到新月都是一樣的 再回去舊月多一次 當他呼召耶穌亞 帶以色列人進 迦南地的時候 是一個很容易的工作嗎 很艱難的工作 根本是不能夠完成的任務 Another mission impossible 你帶一堆不聽話的小孩子 要進到一個迦南地裡面 但是上帝跟他們說什麼 跟他說什麼 請大家 這個上帝與我們同在 這個上帝與我們同在 為什麼 因為他是什麼樣的神 他是以馬內尼的神 這個以馬內尼的神 不是簡單我們說一句口頭話 客套話而已 因為呢你知道嗎 我們墮落的時候 就是跟上帝分開 破裂的關係 那個就是墮落的狀態 跟上帝是離開的 上帝的救贖是怎麼樣 上帝的救贖就是整本聖經告訴我 不斷地告訴我們 他與我們同在 就是他沒有撇下我們 他是牽著我們的手 一起去走的 一個從墮落的狀態 到一個 進入神 以馬內尼的關係 是那麼的親密的 是牽著 他牽著我們的手 去走這一條道路 這一條艱難的道路 這個艱難的道路 好不好父母親 你也牽著你兒女的手 走出來 走出這個黑暗 走出這個遺忘 走出這個迷失 走出這個自欺的一個狀態裡面 走出來 我們沒有辦法去達成 但是靠著神的力量 我們是可以做到的 阿們